以赛亚书二章预言 在末后的日子 万国万民都必来习安敬拜 国度基业将在 11月5号到14号 举办十天九晚的 荣耀新人经典 走进以色列之旅 此次经典之旅 共有三大亮点 第一大亮点是我们将观光经典的旅游景点 包括令人心最神迷的耶路撒冷 参观举世闻名的耶路撒冷老城区 特别是犹太人和列国游客 都要前往的西墙 参观历史古迹大卫城 有大地的神秘苏西亚 耶稣复活之地空坟墓 耶稣取劳祷告的克西马尼园 和即将再次降临的橄榄山 我们还将漫游加利利湖 参观耶稣时代的会堂 并前往约旦河受监信礼 参观犹太人生活的基布斯 去体验死海漂浮的乐趣 还会去大卫藏身之所迷人的影基底 第二大亮点 我们将有关爱犹太百姓的文化活动 我们会去西伯伦参观亚伯拉罕 撒拉 以撒 雅各和利亚的先祖所葬之地 这是一场寻根溯源之旅 我们会邀请当地的犹太拉比分享 他们是如何扎手在耶和华神 给先祖应许之地的神奇故事 我们会参加万王之王事工 在耶路撒冷的周日聚会 和周六为以色列的祷告聚会 我们会与弥赛亚信徒一起庆贺 领受一个新人的祝福 除此之外 我们还将出席以色列精锐部队的纪念活动 面对面与以色列士兵互动 我们会参观在耶路撒冷 全球极富盛名的高科技公司园区 了解现代以色列的科技发展 第三大两点是 此次行程我们将全城住在 安全舒适的犹太社区酒店 享受健康丰富的洁净佳肴 我们还会一起在传统犹太区的 耶胡达露天市场购物 感受当地犹太人真实的生活 此次的行程将安排中文导游 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报名哦 在6月20日之前 报名则享受50美元优惠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可丽莎 我是伊坦 那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讨论一个 我非常非常喜欢吃的炸鸡店 然后大家如果要说 我看到我们的Shorts 我Shorts里面我还有专门去吃 还有我推荐过 对啊 那这一个店呢 如果你要是在美国的话 应该对这家店非常非常熟悉 到处开车都可以看见 那么这家店呢就叫做Chickfield A 那这个Chickfield A呢 它还有个中文名字 我是这一次上网查才知道 有人给它翻译成叫做福莱基 福 小 哦 还蛮有创意的 蛮有创意的 对啊 那今天为什么我们会要讨论这家饭店呢 因为这家饭店呢 最近因为觉醒 就是Woke 而上了新闻 那么这家福莱基呢 为什么它觉醒了 大家都特别在意 因为这一家店是非常知名的 基督徒的连锁快餐企业 那么在他们网站上呢 还有特别说明 就是这家店呢 他们周日是不开门的 是关门的 那么在他们网站上面呢 还有一页是特别说明 就是为什么他们礼拜天要关门 就是最开始啊 他们这个扎机店是7天24小时营业的 但是后来呢 这个创始人就看到说 哎 其实我们有一天是需要分别为胜 所以呢 他就为了让员工可以休息 并且要去到教会里面敬拜神 所以呢 他们就决定 营业时间从一周七天变成一周六天 周日关门休息 实际上面的安息日的一个概念吧 就是你的时间不属于政府的 也不属于老板的 你一定要让你的员工休息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基督徒 很传统的 照道理讲是一个传达基督教理念的 一个公司的一个概念 不仅如此啊 在他们这个网站上面 还写着公司的宗旨 他们宗旨是这样说 做好神放在我们手中的产业 做上帝中心的好管家 以此来荣耀神 并且对所有与福莱基有交集的人 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 很棒 很棒的宗旨哦 那么他这个觉醒事件到底发生了什么 让大家觉得说 这个基督徒扎吉店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那就是因为这一家快餐店 为了迎合整个文化的大方向 于是呢他们就开始奉行多元化 公平还有包容这样的政策 弗莱基被报复聘请 EDI副总裁 引起了保守派 还有基督徒的强烈反对 EDI副总裁 EDI是什么东西 其实EDI 如果大家一看 它就是三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 给拼在一起 就是EDI 那这三个单词呢 分别就是多元 Diversity 公平 Equity 还有包容 Inclusion 所以这就是EDI 就是多元公平和包容 那其实很多的时候 如果要是大家没有特别了解过 美国现在这个文化情况 你会觉得有点奇怪 就说这几个词都是好词啊 对吧 到底有什么毛病 这几个词从字面上听起来都很棒 但是呢 现在却成了臭名昭著的 左派觉醒文化的代名词 那么他们选择呢 在公司里面安排 这样EDI这样的一个职位 其实就约等于 公司不会变得更多元 更公平 还有更包容 反而会变得更加更加的歧视 为什么会造成更加歧视呢 因为你想想啊 这公司里面 如果要都是异性恋 那这样就对同性恋就不公平了 你为什么雇的都是异性恋的人 你是不是歧视同性恋 所以呢 他们就会要招更多的同性恋来上班 那又因为公司里面 比如说上班 10个里头 有8个是白人 白人比例占太高了 那这样呢 就对其他族裔就造成了不公平 所以呢 什么肤色人都得来一点 那个是不是亚洲人招一招 印度人招一招 这个墨西哥人招一招 然后白人招一招 什么样的都在一起混一点混一点 这样就公平了 那再因为呢 就是公司里面 怎么只有男人跟女人呢 这样对这个性别认知 有问题的人非常非常不公平啊 于是他们现在就要开始招什么呢 要招那些认为自己是女人的男人 还有认为自己是男人的女人 来这里上班 这样的话就不会再因为说 因为工作能力来聘请员工了 如果我看着一个小伙 就是这小伙太好了 然后他也很需要这份工作啊 我不能找他 为什么 因为说白人 我们这白人已经太多了 我们需要来几个黑人 所以呢 就是因为这样的话 就是会根据种族还有肤色 以及性向性取向来招聘员工 那为的呢 就是满足这些口头上的这字面的东西 就是什么多元公平还有包容 这是很多公司 现在几乎每一个公司都在搞的一件事情 对 然后你也不知道到底原因还有目的到底是什么 而且他们是用很多谎言来编织出来 这个样子一个情况的 例如像说他们就会说 同样的职位女人的薪水就是比男人少六cent 什么之类的东西 那这其实是非常非常错误的一个去做这样的事情 因为你只要是老板就知道 如果说女人 你只要找女人 你就可以省六cent的话 那间公司一定全部都变成女的 对 谁要男的 主要看的就是劳动力吧 就是如果说你来了 你又偷懒 正常工作时间 你又跑出去抽烟 怎么怎么样的 就是我给你的钱 你干不了那么多活 如果我雇他 我给他同样钱 他可以干更多的活 而且还不会有什么节外生殖事情 那我当然就愿意顾他 这个东西的话 你去看那个研究的话 他是说女人为什么看起来会比男生少 那个收入比男生少 因为女生他会怀孕 然后女生怀孕了之后 他们职业的选择就会比较不一样 他会选择比较轻松的 然后他会比较选择比较公式比较少的 要跟小孩在一起 就是各方面都是个人选择来 才造成的这个样子的东西 但是如果说一个女的 他完全没有家庭啊 这东西的包袱的话 这样子的女人的薪水 其实是比男人还要高的 对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非常非常多 就是以职业为生命的这样的女强人 对 他们赚非常非常多的钱 然后一般这样的人都可以做到非常高的职位 然后给她打工的其实都是男人 也就是说如果不因为她个人生活的 以及家庭的选择的话 如果一个人他真的就是没有其他生活 我的工作就是我的生活 那他真的是可以做到非常非常好的这样一个职位 那这样的心态其实不光是在男人跟女人里面有 就像我们以前是做电影的 那以前我的同学们他们也说 说好莱坞就是歧视华人的 大家都是有这样想法 就说好莱坞就是歧视华人呢 那同样的工作 我去了之后 他们就是给白人给的比较多 给我给的比较少 我说那如果你英文又不好 你去了之后 人家让你干啥你都听不懂 然后你还干你还经常搞砸 那你期待你的工作是什么 你期待一个就是什么都能听懂 然后又手脚又利索干的又快 你期待你跟他拿到一样的工资吗 不会的 就是这一切都是你个人的问题 那如果说你要觉得这个老板对你不好 或者是剧组不公平 你只要有本事 你有能力 你就换下一家呀 你如果又有本事 又有能力 什么都很棒 不会没有人雇你的 那大家都会抢着要你 然后你的价格就会变得越来越高 而且全美国有一群人 他们的薪水平均是最高的 超过白人 超过华人 超过所有的人种 这群人你猜是谁 谁 同性恋 同性恋他们的薪水平均起来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 同样的职位各方面 他们是比一般的人都还要赚的钱更多的一个族群 对 所以就是你说像这些公司里面 他们不管是说的多好听 说多元的公平的包容 其实就是意识形态的这样一个东西 他们就算推这个 你不管付给这个什么多元 公平包容的副总裁 你一个月给他多少钱 他的工作都不会干太好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东西根本就不存在 他根本就没有一个系统性的 歧视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你说这世界上的人搞不清楚也就算了 基督徒有圣经 对吧 这么一家美味好吃的基督徒的炸鸡店 一直坚持着传统思想的炸鸡店 怎么会突然就跟这种觉醒文化的东西扯上关系呢 是不是会有点奇怪 但是呢 其实我看了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报道 你就会发现 其实比较早就有迹可循 他不是说一直都很保守 一直都很传统 突然到了这一件事上 啪一下我就顾个副总裁 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其实他们是慢慢慢慢在妥协 这种改变真的都不是一瞬间的 那或许之前的妥协 在我们看来 每一次你往右面走一厘米 你就觉得说好像没有什么改变 但如果你把时间线放长的话 你一次走一厘米 一次走一厘米 你就会发现 你原来的东西真的已经偏得很远 所以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在纽约时报上面看到 就是说他们之前有哪一些 稍微偏了一厘米 这样的东西会导致说 今天顾到这样一个副总裁 来做这样的事情 那其实呢 就是他们在过去呢 关于圣经正义 跟社会正义的方面 他们就有过退缩 或者是他们自己就有点搞不太清楚 因为他们这样一个企业呢 是一直想要说 我们赚了钱 我们要帮助基督徒的群体 我们要帮助保守派 他们是非常愿意 说在文化方面 或者政治方面去捐款 等等等等 是这样一个企业 那在2012年的时候呢 他们这个总裁兼首席运营官 他们就发表一个讲话 说我们是支持传统婚姻的 但是呢 就是因为他这样一个讲话 因为那个时候的人还在打仗 说这个同性恋能不能结婚 传统婚姻的问题 那当时他们就表态说 我们支持传统婚姻 结果呢 就招致了这样一群 同性婚姻的倡导者 那他们就跑去抗议 你知道那帮人吧 跟现在黑命贵打打枪 基本上大概都是同一波的人 所以那个时候就遭到了很大的抗议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在英国还是哪里 就是他们把整个ChickvilleA包起来 然后呢 就是他开张的时候才刚开张 把ChickvilleA包起来 然后不让任何人到那个里面用餐 只是因为他们支持传统婚姻 对 而且呢 这个公司呢 也是因为说 礼拜天要休息嘛 很多人就批评他们 就说你们这太怎么怎么样了 你看你们基督徒怎么怎么样 那所以呢 迫于这些社会上面的压力 那公司呢 后来就停止了 因为他们原来是有给这些 支持传统婚姻这样的机构 是捐款的 但是因为大家都开始骂骂骂 骂得很大声 然后包括像你说的 有这些什么 把饭店包起来 不让大家进去 就是这些行为 所以呢 迫于压力 他们后来就停止了 像这些支持传统婚姻 这样的机构捐款的行为 他们就不再去支持了 因为被人骂 就骂怕了嘛 说白了 你如果要是不在乎那些 你本来干什么就干什么 对不对 但是呢 他们就选择说 我就是不要再去支持这种东西 我在这个事情上 我就说不要讲话就好 那么呢 在2019年的时候呢 他们还是因为说 像救世军 还有基督教运动员 这样的联盟 给他们进行一些慈善的捐赠 他们也被骂了 也受到了批评 为什么呢 因为说这个救世军 还有这个教育动员的这个联盟 他们呢 反对LGBTQ 于是呢 像 Chick-fil-A 给他们这样反对LGBTQ 捐款的这样的行为 就遭到了这些LGBTQ人的批评 所以呢 这个公司遭到最后也说 那这些 那我就不要捐款了 所以他是支持传统婚姻 他是支持一男一女 但是说白了 就是因为这两件事 被人骂了 骂了之后 他们就说 那算了 那我就不要做 就不要做 就是这个样子 而且呢 除了这个之外 在近几年走得越来越白 这个创始人的儿子 叫做Dan Cathy 他现在就是弗莱基的老板 那么在这个乔治弗洛伊德事件 发生了以后呢 这个老板 他是白人嘛 他就公开的上电视就讲说 说白人呢 需要以同理心 来讨论这些种族的问题 而且我们要非常努力的去理解 黑人在不公众的制度中 面临的这些情感的污辱 那么他对于发生的这些暴乱的行为呢 就是打砸抢烧 他没有表示任何的谴责 尽管哈 这些人打砸了十几家他的店 被砸了烧了 但是他自己说 他说我一点也不难过 为什么 因为他能明白能理解 他说 说我们大家不要指责这种行为 是犯罪活动 我们需要理解的是 要看一看这些非裔的美国人社区中 这些人为什么那么激进 对不对 你要去了解他们的沮丧 还有愤怒 因为他们已经近乎绝望了 所以呢 他就是为了表示 对非裔美国人的这个同情 还有支持 他就在节目中呢 当场跪下 然后为他旁边的那个黑人歌手擦鞋 然后擦了鞋之后 又跟他拥抱 是这个样子 这其实就是作秀做得很足 其实大家每一个人都知道 你就算跟黑人下跪 你就算怎样 他们根本不在乎 对 他们本来就讨厌你 他们原本讨厌你 你就算跟他们下跪 帮他们插血 他们还是会讨厌你 然后基督徒以为就是 这个就是把 左辆给人家打 对对对 其实不是这个样子 你给人家打完了之后 你其实你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 你该坚持的东西还是要坚持 你不能说我打完了之后 我就更退缩或是怎样 太多基督徒用这样子的东西 用什么合一 同理心 同情心 来合理化各式各样的这些邪恶的行为 其实这样子的东西 左派已经用了好久了 你讲不过别人的 人家diversity 这些东西全部都已经 被他们写在他们的字典里面了 你就是只能跟着他们的这些方向走 所以说太多基督徒因为这个样子而妥协 而放弃自己原本的这个信念 然后还自己会沾沾自喜 就是说我这样做很棒 我实在是很看不惯这个样子的人 对而且我觉得这里面最可怕的一点 就是说他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底线 你想想他爸是独爱主的一个人 对不对 然后创建这样的公司 然后就说你想一天营业额 那得是多少钱 但是他爸选择出礼拜天这天要分别为胜 所以你看到就是在信仰方面 他是没有因为钱去妥协的 他如果要因为钱的话 他可以说我还是就做七天 那个二十四小时 我不管对不对 但你看他儿子 在非常基本的事情上面 他没有这样一个分辨力 他甚至真的觉得说 我自己在做的是好事 他甚至都说了 他说他自己十几家店面被打砸抢烧 对吧 然后他还说说我们不要看这些事情 我们要去理解他们的愤怒 就他们为什么这么愤怒 然后他们的恨都是从哪里来的 那他们有这样的表现 那就一定代表说我们做的不好 他说我们不要去讨论 也不要指责这种是犯罪活动 你说这样真的是爱吗 就是真的是很多 在基督徒这个群体里面 就说我们不要讲 我们不要讲 因为讲了就是没有爱 你说这人家都在这打砸抢了 你还不让管他叫这种犯罪活动 他明明就是一个犯罪活动 那你说这样算是假冒伪善的一种吗 几度假冒伪善 我个人认为 是吧 所以在这里面看到几个问题 就是说你说 就是说这个CEO 虽然他现在也不是孩子了 但是他就是在一个非常基督化的一个家庭里面长大 而且他们家的饭店出名 说白了就是因为他是基督徒的连锁饭店 是因为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出名 而且对他们信赖 因为你说你是基督徒 那我就相信你东西品质一定都好 然后价格一定都好 所以我们去你们那里去吃 去支持你们 但是为什么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成长的孩子 他现在居然连这么基本的东西分不清楚 这其实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很多牧师的第二代 其实也都是这个样子 对 就是那种PK 那作为我来讲 其实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是一边咽口水 一边流眼泪 因为我是真的很喜欢这家店 然后呢 我也是觉得说这种行为还让人蛮失望的 因为虽然可能现在很多新闻 你会觉得特别疯狂 对不对 就说哎呀 他们的贵员已经开始固拽 困了 虽然这个新闻没有疯狂到那种程度 但是 它是一个基督教的企业呀 它是我非常喜爱的企业呀 而且说白了 他们家东西真的很好吃 我很喜欢 那么你就从这个事情上看来 为什么很多基督徒 包括保守派 对这件事的反应那么大 你说白了 你跟别的公司比他还算好的了 你不就是雇了一个多元的这种副总裁吗 至于吗 反应这么大 为什么大家反应这么大 因为 不管是基督徒还是世界的人 他们都对基督徒的要求非常高 大家对基督徒是有期待的 不管是不是左派 左派其实对基督徒也是有期待的 左派会说 你不是基督徒吗 所以你不可以做这种事 也就是说基督徒 是被很多人的眼睛看着的 那不光是神有看着我们 天上云彩般的见着人看着我们 其实世界上很多人是希望基督徒可以立一个标杆的 基督徒一定对自己的要求 一定要很高 一定要很严格 尽管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烦 就是为什么我做基督徒好像我被捆绑 就这个不能做 那个不能做 这个不能说 那个不能说 为什么我一定 大家要把我当成一个标杆 或者是标兵 或者是一个学习的榜样 因为这是大家希望的 这也是神希望的 你可以看到如果基督徒对自己要求不高 你会觉得说 反正大家都那么做 我只是往这边挪一小步 你可以看到从Tick-Fu-A这个上面 你可以看到 你挪一小步 大家眼睛都盯着你 大家都觉得这不是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 你一小步都不应该往那边挪 所以你对自己要求的严格 不是跟世界的人去比 我比他们好多了 更加的严格 非常的严格 很多人就会觉得 就是我对于基督徒特别的严格 或是怎样 然后很多人甚至会觉得 就是说什么 我批评天主教 我批评什么摩文教 我批评什么什么 什么其他这个东西 其实我最常批评的就是基督徒 其实我最常批评的就是牧师 为什么 因为他们要做这个世界的严根光 我们要做这个世界的严根光 我们要做给这个世界看 我们要对自己的要求更高 更严格 我们要分别为圣才可以 那这个反而是基督徒 常常忘记的一件事情 然后导致很多基督徒 你会常常就说 没关系 还会用圣经来合理化 一堆自己的行为 律法不重要 爱大于律法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的 就只要有爱就好 然后别的都就再说吧 对那这样子的基督徒 常常你看的话 你就会把他跟世界的人 根本一模一样 根本没有任何的差别 他也没有自己的坚定的目标 也没有自己坚定的原则 做什么事情都逆来顺受 遇到这个东西 堕胎 同婚这些东西的话 它就是 It's okay 他们喜欢就好 凡事都可行 但不可以有益处 有太多这个样子的基督徒了 那 Chick-fil-A是一个经典的公司 一个fast food restaurant 然后星期天一定要 休息 为什么 只因为我是基督徒 然后我一定会给我的员工 多少多少percent这个钱 然后还有多少多少 就算小费这个文化 在fast food里面没有说很盛行 但是我给我员工的钱 一定是超过拿到小费的钱 他们的这个薪水 他们员工的薪水 是比一般的麦当劳 还有Carlos Jr.这些 fast food的薪水高很多的 然后很多的人 他们是愿意在 Chick-fil-A这个样做一辈子 然后之后我再开一间 Chick-fil-A 他们扩张的方向是完全以一个圣经当时的价值观去弄的 现在变成这个样 现在他们只是跟你刚刚说的一样 他们只是 higher了一个diversity officer而已 对 又怎样 每一间大公司都有diversity officer 但是我们基督徒看到的就是这个根歪掉了 然后你们歪掉了 你们太妥协了 刚刚讲到他捐钱的这个东西 对 各位想想看左派多么坚持他们的信仰 左派太坚持了 他们才不管别人说什么来 对 but like 少了30%的营销 少了30%的客人 所有的人都在抵制 网路上一天到晚放那些什么 就是一个男的本来很man的 然后喝了他们一口啤酒 变成穿个裙子 这种东西 在网路上这个样子 然后被攻击 他们不怕 他们就是拼 他们现在骄傲越开始 支持变性游行 资助变性游行 资助这个资助那个我所有东西全部都丢 我赔钱我也不怕 为什么 因为这是我的信仰 他有他的坚持 那为什么基督徒这么没有坚持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值得去问的 为什么我们这么容易妥协 为什么我们会认为说 昨天给人家打 又年给人家打 各方面这个东西 只要和平就好 我们退一步或许就不用被打了 告诉你打完了之后 你再退一步 这样子就实在是太蠢了 你再退一步就会被人彻底打倒 就会打趴 就把他按在地上打 那除了这个之外 还看到一个问题 就是信仰的传承的方面 因为我觉得 如果要是这个CEO 他爸爸要是知道 他现在在做这种事情了 搞不好气得从坟墓里都要跳起来 你说这个信仰的传承这种事 真的不仅仅只是圣经知识而已 你这个信仰的传承 不仅是我们这一次 从这样一个企业里面看到 你可以从家庭里面看到 你可以从教会里面看到 你拿现在的教会 跟初代教会来相比 或者你都不用初代 你跟500年以前的教会相比 你不用 你跟10年前相比就好 对吧 我们现在又有什么 Drag Queen Story Hour 然后一个牧师穿的那个样子 10年前有这样的教会吗 就这个样子就好了 所以这个东西真的不止 只是说一个圣经知识的问题 你可以随便抓一个人出来 他把你什么那个路加福音啊 约翰福音啊 什么什么的 新约从头到尾给你背一遍 但是真的教会 还有我们基督徒群体里面 一直都忽略了圣经的道德观 价值观还有世界观 这些东西只是我们说 我们那个把自己关在这个屋子里面 然后大家就开始敬拜 然后就开始祷告 就开始读经 但是你真的就是没有办法 真正在生活中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式 你对于这些非常简单的 神都已经教给我们的 非常基本的圣经上道理 你拿到世界 你却没有办法真正的运用 这是非常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就现在可以看到说 这些事情都在歪掉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楚知道说 这些方面都是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实际应用圣经 在你的生活中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不管是说在家庭教育里面 还是在教会牧养的方面 这都是我们没有办法否认 也不能够回避的一个话题 Chick Foway这个东西 我不知道他们教育是怎样 我也不知道他儿子是有多么腐败 或者是他的圣经知识有多好 但是我们从他的行为可以看得出来 他就是在走偏 下跪太简单了 对不对 你会觉得说 反正神怪我也是以后的事 我先让他闭嘴之后 之后再说 我这样子也算是一个 说不定我还可以跟他当朋友 我还可以跟他传福音 对不对 不要给自己找这样子的理由 不要给自己觉得说 就是合理化自己邪恶的行为 跟懒惰的想法 你是基督徒 你就是有义务 要做得比别人好 对 而且就像我们讲 他们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太在乎世界 还有社会对他们看法 以及其他人对他们的看法 我知道活在这个世界里面 你如果要是想要完全忽略别人对你的评价 对你的声音 对你的看法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们真的不需要 我知道这个道理大家都懂 但是真的不需要 因为你太在乎别人看法 你就不会做你自己 而且你没有办法做最好的你自己 你如果要是想知道说 我自己什么样的 才是我能够做到的最好 而且这个好是真的好 因为每个人对你评价都不一样啊 你听着他的 你照着他的改之外 有人会说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你十个人 他永远对你有十个意见 你没有办法从别人的口里 得到最好的你自己 活着 只要按照神的话语 还有标准去生活 这个就是完全正确 而且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个才是能够做到最好的你自己 所以真的忽略其他人的看法 这样的话不仅是让你这个身心灵 这个心情保持舒畅 第二个就是说 你真的可以按照神的旨意去生活 我们只能依靠神 然后让我们自己变得更好 这就是所有基督徒 必须要做的事情 而且应该要做的事情 我们不要在乎任何人的观点 还有任何人的想法 他们只是会想要 你变成他们想要的你那个样子 没人会在乎你 OK 你就算变成他们想要的那个样子 他们还是会说 哎呀你还是之前这样子比较 那个比较亲切一点 你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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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人会看你看得很顺眼 因为你的生活还有你的人生 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要在乎的只是 你要在神的律法下面怎么活 你要怎么样做这个世界的言根光 你要怎么样去传福音 这个才是你该在乎的 不应该要在乎任何人的想法 如果要是你在生活中 有其他人对你评价或者什么 你也不应该在义 因为你只需要在乎神 如果你问神 你在神那里 你是合神心意的 那其他人说什么东西 你都不应该在乎 在视频123篇里面 有个非常好的例子 视频123篇 是非常非常短的一个小视频 但在这里面就是 清楚的告诉我们说 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 视频123篇在这里说 坐在天上的主啊 我向你举目 看啊 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 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 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 我们的神 直到他怜悯我们 耶和华呀 求你怜悯我们 怜悯我们 因为我们被藐视 已到极处 我们被那些安逸人的计窍 和骄傲人的藐视 已到极处 我很难体会这个诗人 在那里的一个感受 因为虽然会被藐视 当基督徒在这个世代 世卫被藐视 如果你真的坚持真理 真的去做基督徒的话 的确会被藐视 他这个体力真的很糟糕啊 他说你看 被藐视已到极处 这个词真是用的 已到极处 就是他很难承受 已经承受不了 他说他被那些安逸人的计窍 还有骄傲人的藐视 已到极处 但是他这个时候 选择的是什么呢 他在这个一开头 他就做了一个 最正确的选择 他说坐在天上的主啊 我向你举目 他没有再去看人了 他不在乎 他跟神说主啊 我被人藐视 但是你坐在天上 我看你 然后下面又说 我怎么看你 就是仆人的眼睛 怎么望主人的手 使女的眼睛 怎么望主主的手 我们的眼睛 也照样望耶和华 我们的神 直到神怜悯我们 所以真的看到 诗人在这里 非常非常挣扎 跟神寻求帮助 被人嘲笑呢 真的是很难以忍耐的 被人藐视 也真的是非常难以接受的 但是他真的就在这里 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他没有选择 去迎合嘲笑他的人 因为只要他选择 去迎合嘲笑的人 就不会有人嘲笑他了 他可以从这儿的痛苦里面 马上就得解脱了 你嘲笑我 我马上跟你变得一样 你就不会嘲笑我了 你藐视我我马上做跟你一样的事情 你就不会藐视我了 但是他没有选择 拿开这个藐视 他选择去接受 而且他选择向神求助 主要求你怜悯我 而且他真的做出正确的动作 就是把目光定睛在神的身上 因为只有神是全然良善的 因为只有神是以公义和公平 作为他宝座根基的 所以你如果想寻找公义 寻找公平 在人的身上很难找到 而且你根本就不可能找到 百分之百的公义跟公平 你只有来到神的面前 神才是那一位 断定公义和公平的 因为他的宝座的根基 就是在公义和公平之上 所以我们真的 碰到这种情况呢 需要做的就是眼目定睛在神的身上 我相信如果这个 Chick Phil A 他这个CEO 或者是他们现在公司内部的人 真的能够好好的去看神的话 真的能够好好去领受 眼睛真的盯在神的身上 他们不会想要靠近世界 哪怕一厘米 他们也不会要做出 这样一个小小的动作 说好像我没做什么 但是我又做了什么 不会 他们真的会选择 靠着真理 去做出正确的一个选择 而且呢 这些真的是对我们一个景点 就是不仅说是在大事上 我们都要靠着神 做正确的选择 你每天的生活中 你都面临选择 或许你一天 可以面临很多很多的选择 但是你要怎么选择 在各样的事情 大事小事上都是如此 那在这里我想要说的就是 大家在这个Chickville 认罪悔改之前 我们要抵制他 很抱歉 我们要抵制他的产品 我们要让他们知道 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 我们就打个比方 彼得三次不认主 OK 彼得是什么样的人 他是天天跟耶稣在一起的人 真的 对他是跟耶稣说 你是弥赛亚什么 他前几天才看到 以利亚跟摩西还有耶稣 在一个山上开会 对不对 就在那个地方 他怎么可能会不知道 耶稣不是神 然后耶稣不是弥赛亚 但是真正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真正就是 你好像是那个 No 我不认识 太多的人在压力下面 会做出这个样子的事情 Chickville 这个东西 他们几乎是没有承受任何的压力 就妥协了 那真正当压力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做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会不会妥协 我们会不会怎么样 当一个人 OK 架着你女儿的脖子 OK 拿着枪子 你要 Renounce耶稣 你要怎么做 这东西我脑子里有想过 但是我不敢想象 然后我也自己在挣扎 就是说到时候 如果万一真的发生什么事情的话 我绝对不能放弃耶稣 我绝对不能放弃神 我绝对不能放弃我的信仰 我要为我的信仰而死 所以说 这个东西 Chickville这个东西 我们要 从他的身上学习 我们不要怪罪他们 人都是会软弱的 但是我们现在 要抵制他们的公司 不吃他们的东西 让他们知道 他们这样做是不对的 也是通过这种方式 能够让他们知道 那当然也希望 为他们祷告 让他们认识悔改 让他们知道 他们创立公司 这样一个初衷是什么 就像美国建国的时候 是什么样 这都是我们现在 在做的事情 所以 加油 希望他们可以回来 因为人都会有软弱的时候 正常 但是 在你软弱之后 你怎么站起来 你是不是还能够回来 你是不是还能够 真的认罪悔改 如果能的话 好样的 那就是一个好的基督筒 每个人 你不管 牧师在台上讲的 天花论 他也会有做错的时候 但是重要的是 你做错之后的态度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 好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 今天的节目 你爱不爱吃吃水味啊 反正我最近一段时间 我是没法吃的 他们家那个 那个waffle fries 我真的很喜欢吃 但是最近一段时间 真没法吃 让大家 大家一起替他们祷告 希望他们快点 认识会改 这样我们又可以去吃 好吃的炸鸡了 帮英年奥祷告啊 不要他们也怎样了 英年奥现在礼拜天也过门了 对 那从这些事情上呢 也能够反射到我们的人生 所以你看完这个之后 你有没有对你自己的人生 或者是对这个信仰的传承啊 以及我们今天谈到的各个方面 你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 或者是思想呢 都欢迎在下面给我们留言 跟我们大家一起来交流哈 好呢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特 那么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 拜拜